最近這些旗艦機的後攝蓋板設計都挽起個性來了 我手裡這台 1 加 10 Pro 也一樣 剛才偏頭大家也都看到了 不得不說 確實是一家有史以來最好看的後背設計 質感有了 辨識度也高了 在希望能hold住自己的設計 上手把玩了幾天 拆也拆了 從裡到外 讓我眼前一亮的主要有三個部分 真LTPO 自適應刷新技術 哈速影像 以及散熱用料 接下來我們就邊拆邊聊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位於機身底部 雙 NanoSIM 設計 上下放置 卡托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三明治結構 加熱後拆後蓋 由於後蓋表面採用了絲綢玻璃工藝 看著和摸著是舒服了 但拆它就只能強行插入了 滑開四周粘膠 分離後蓋 後蓋整體為玻璃材質 和後蓋拼接在一起的後攝蓋板 採用了陶瓷材質 後攝保護蓋板和中框一體化的設計 有點類似於之前三星S21 Ultra 的風格 但1加10 Pro 的整機厚度相對還是較薄 所以連接部分 視覺上就不會像S21 Ultra 那樣厚重 後蓋內側攝像頭 閃光燈以及電池對應位置處的緩衝泡棉一應俱全 中間多處還有額外的粘膠進行固定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主體部分三段式結構 電池上方為無線充電線圈 支持50W 的無線閃充 線圈上覆蓋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取出閃光燈接口蓋板 挑開接口並卸下12顆螺絲 取出蓋板 蓋板上方 沾有閃光燈排線和 NFC 的線圈 閃光燈排線上方還集成有後置的環境光傳感器 翻至背面 前攝 聽筒 和接口的對應位置處都覆蓋有緩衝泡棉 蓋板下方的散熱膜一直延伸至了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挑開電池的接口進行斷電 再依次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和同軸線 取出所有攝像頭 我們先來看後攝的參數 這顆超廣角看來是今年旗艦標配了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顆獨家定製的索尼 IMX789 的表現 這顆獨家定製的索尼 It's hard to get over You chose someone else's best friend 从实拍的样张来看 搭配全新的哈苏影像 整体色调风格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突出一个高级感 主摄普通模式 不管是人像还是风景的 整体会偏暖一些 对比度也相对较高 相当于就是一个哈苏自然色彩的滤镜 值得一提的是 这回新加入的三个大师风格影调效果相当不错 三个风格 三种一镜 个人最喜欢大师人像风格 怎么说呢 有一种暖暖的初恋的味道 前摄为3200万像素的索尼IMX615 继续卸下两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主板为双层叠板设计 下方的两个接口通过胶圈进行保护 顶部麦克风 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感应器 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主板的薄弱位置处有金属片的加固 主板正反两面的屏蔽罩上都覆盖有散热铜箔 SoC 的对应位置处设有导热硅脂 私下散热铜箔清掉SoC 上方的导热硅脂 用热风枪吹一下屏蔽罩 我们就可以看到旗舰的三件套了 三星 LPDDR5 的 RAM 新骁龙8 以及三星 UFS 3.1 的 ROM SoC 的对应中框的位置处还有导热硅脂覆盖 调开听筒的触点 取出听筒 听筒是集成扬声器的常规尺寸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8 颗固定副板盖板的螺丝 取出副板盖板 喇叭BOX 的尺寸 大家看图 调开副板所有的接口和同轴线 卸下一颗固定副板的螺丝 取出副板 副板接口的四周通过黑红两色的胶圈进行保护 底部麦克风和卡槽直接焊接在了主板上 Type-C 接口排线压在电池底部 马达也被藏在了排线的下方 那就只能先拆电池了 快拆设计 捏紧两边的提手一拉即可 电池是双电芯的设计 单个电芯的容量为2500mAh 一共5000mAh 容量还是比较到位的 ATL 电芯自家制造 搭配附带的80瓦有限快充 实测0-100是32分钟 撕下电池下方的贴纸 取出Type-C 排线 接口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颗X轴的线性马达了 尺寸方面对比其他安卓机型 确实要大一些 尺寸大带来的好处 就是能让震感更加细腻丰富 一家式Pro 的震感 可以细腻丰富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听一段机内自带的一个震动的演示视频 感受到了吧 但目前常用场景的震感丰富度还是有待优化的 期待后续一家的工程师能把这颗马达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 让偏爱正感的朋友能好好地爽一爽 最后一步 拆屏幕 加热电上90摄氏度 加热三分钟后 用吸盘配合拆机片划开四周的粘胶 即可分离这个屏幕了 屏幕来自三星2K 加120Hz 的刷新率 使用肯定是流畅的 但在流畅之下 这回搭载的一家自研的LTPO 2.0 的算法有点东西 LTPO 技术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屏幕刷新率 精准地去匹配内容的刷新率 尽可能地避免多余的画面刷新 简单来说 就是滑动屏幕的时候直接上高刷 但如果是纯文字和静态图片的画面 最好一秒内只刷新一次 也就是刷新率为1Hz 那一家的LTPO 和之前的LTPO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实际使用场景的对比 浏览微博页面很常见吧 可以看到在滑动时 两者都能保持120Hz 的刷新率 但当页面停止时 以往的LTPO 最低只能到10Hz 而一家直接干到了1Hz 并且从高刷降到低刷的间隔时间更短 再来看常用的设置界面滑动 结果也是一样的 再来看一个复杂的叠加场景 B站视频小窗下浏览微博 滑动时两者都能到120Hz 但是停止浏览的时候 一家的刷新率整整低了一半 并且刷新率回落的速度更快 继续看一个比较细分的场景 打字框里一闪一闪的光标 之前的LTPO 最低只能降到60Hz 而一家会在30Hz 和1Hz 之间来回切换 这时候 如果你快速打字 可以发现 之前的LTPO 会一直保持120Hz 高刷 而一家会在打字间隙 精准快速的切换到30Hz 从以上几个对比不难看出 一家 LTPO 2.0 的优势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这就要从他们的运行原理说起了 以往的LTPO 主要通过 区别场景来获取对应的刷新率 相当于去规定了一些预设 比如我们触摸了动作 或者是指定刷新率的白名单应用 然后把屏幕刷新率简单粗暴的 分成了一个固定刷新率的几档 最后把刚才识别到的内容刷新率 放到对应刷新率的档位里 这么做 应付一些单一常见的场景没问题 但应对复杂或者更细分的场景 就像刚才的小窗视频浏览微博 打字框里的光标很显然就会有些力不从心了 并且从高刷降到低刷所花费的时间也较多 而一加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 一加的LTPO 是直接识别内容本身的帧率 所以理论上只要整机功耗允许 它可以精准适配所有场景的刷新率 并且刷新率变化的响应速度也更快 所以为什么我开头会说 一加这回的LTPO 是真LTPO 我们继续回到拆解 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 铜箔的下方还有一层石墨散热膜 中框上方也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下方是超薄屏下指纹模组 撕下散热膜就可以看到屏幕和中框之间的VC 均热板了 拆到这里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一加10 Pro 这回的散热用料却是很足 除了只能在游戏手机上见到的主动散热风扇外 你像什么VC 均热板 大面积的散热膜 导热硅脂 导热硅胶等等 能上的全给你上 官方宣传散热面积更是达到了A4 纸大小的55% 身为一个拆解UP主 手机和A4 纸我都有 这我就必须得验证一下了 大家看 内部所有的散热戒指我全部贴在了A4 纸上 这么看来 感觉一加宣传的还是有点过于保守了 实际上这都快接近一张A4 纸大小了 这么猛的散热用料 我们来看看 疗效到底如何 王者荣耀 目前还未适配120帧 我们就先来看90帧 极致画质超高分辨率模式下 半小时后平均帧率是88.9 温度在39摄氏度左右 再来看和平精英90帧流畅画质半小时后 平均88.2 并且整体的帧率抖动 对比其他新骁龙8的手机要稳定不少 看来这个全链路游戏稳帧技术确实有效果 温度方面正反在40摄氏度左右 温度表现也不错 至于原神的帧率和温度表现 从实际体验来说 几度的温度差异 肯定会比几帧的帧率差异感知更大 但总体来讲 一加对于原始的策略 还是会相对比较保守 后续你们买到的零售版 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 好了 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两种共23颗螺丝 重丝归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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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这款一加10 Pro 其实内部结构上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这几年的三段式结构也都非常成熟稳定了 当然这回的散热用料确实够闷 但相比结构 我更喜欢的还是那个梦回初恋的哈苏影像 以及死磕体验的LTPO 2.0 和Hyper Boost 全链路游戏稳震技术 可以看出一加在外观 手感和体验这三点上 努力寻求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一加10 Pro 的表现确实不错 希望一加能够继续守住这份不将就的初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罗宾 我们下期再见 同时拍摄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